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随着封面逐渐通过,明天,9日,局部地区雨势趋缓,各地高温约在25至28度,西半部降雨几率预估都在30%左右。 气象局指出,明天封面逐渐通过,加上东北风影响,台湾中南部、东部、东南部及澎湖仍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雨势则趋缓。 气温方面,受到东北风影响,明天各地白天高温约在25至28度,早晚低温则略降1、2度,北台湾气温约在22至24度,感觉稍凉至舒适。 东北风增强影响,台南以北,东半部及各地岛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,可能有较强阵风、海上作业及海边活动。 请多留意安全、空气品质方面,明天北部、竹苗、中部、云嘉南、高平、金门、马祖、澎湖为普通等级,宜兰及花东则是良好等级。